弟兄姐妹们,朋友们,主内平安。 欢迎你收听门夜更新请信会2017年2月5日的主日正道。 今天的正道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1章14到28节。 正道的主题是,你靠哪边站? 你曾经在两者之间做选择吗? 今天是美国市足球大联盟的决赛。 这两支队伍,新英格兰爱国者和亚特兰大联赢队伍。 你会选哪一支队伍登上冠军的宝座呢? 几个月前,我们还是犹豫不决, 使民主党或共和党候选人当上第45任美国总统。 而这件事情争论不决呢? 现在,总统的宝座已经有了人选的。 你的选择是对的吗? 你是站在哪一边呢? 对那些惊疑事故, 见识广深谎的人来说, 他们认为世界事物并非就如这分辨黑白这么简单而已, 不是选这边或者是靠那边, 一分为二这么简单而已。 他们认为一切宗教都具有各自的独特的真理, 就像影片中的英雄有他的缺点, 而影片中的坏人也有他的优点。 如果这句话是应用在体义或者是政治上, 托或许是对的, 但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上, 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, 好或恶, 光或暗, 上帝或撒旦, 而你必须在两者之间选其中之一, 就这么简单, 无论事实是多么的纷乱。 这段经文, 我们可以分四大方面来分析。 第一方面, 是西起。 众人都对耶稣赶出一个人, 一个叫人哑巴的鬼, 鬼出去了, 哑巴就说出话来, 而叫他们感到西起。 人一般上以为, 亲眼目睹就是事实。 今天, 我们以为我们是高明的, 我们是复杂的, 我们是劳炼的, 我们以为相信, 邪恶, 神明, 是造成这世上许多问题的导印。 在这里, 第四十节, 众人对耶稣师父的所行的事感到惊奇, 因为这不是一般或者是自然的现象, 或者是事实。 他们能够分辨神迹和自然的事件。 众人觉得神奇因为耶稣是一个哑巴, 也就是受另一股力量所控制压制的, 而不能够开口的人, 说出话来, 他们认知耶稣有一股更强的力量, 使这哑巴得以抑制, 得以开口, 所以他们感到激情。 既然耶稣的大能比那鬼, 也就是撒旦的能力, 更高, 更强。 他的大能, 神医撒旦, 那你应当选择站在耶稣这一边吧。 不过, 注意第十五和第十六节, 说明着有两种人群, 一群人是吃着, 抱着怀疑的态度的人, 他们是高明又复杂, 经历老练的, 他们不能够轻易地被这所谓的伎俩, 也就是奇迹, 蒙骗, 他们在这里说, 他是靠鬼, 鬼王, 别西伯, 想鬼, 别西伯是以色列列主, 敬拜巴黎神, 对不起, 敬拜巴黎神时, 对撒旦的称呼, 旧时, 以色列人除了敬拜耶和华之外, 之外, 他们也敬拜佳神, 卢巴黎, 天后等等, 在这里, 这些抱着怀疑态度的人, 在这里的言外之意, 似乎是指耶稣, 好比他的先祖, 口口声声宣告耶和华上帝, 实际上, 他的行使的能力, 是从撒旦而来的, 另一组人群是观望者, 他们不完全的信任耶稣所展示的大力, 他们采取观望的态度, 他们认为耶稣所行的是地上的法术, 他们向耶稣, 就记载在16节, 求告他从天上来的神迹, 以说明他真正的全能, 这两组人群, 他们可以选择耶稣这一边站, 不过, 因为他们的不幸, 他们以为他们是更高明, 更老练, 更精盈事故, 他们觉得不会遭耶稣的伎俩上当的, 第17节, 圣经记载说,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, 也就是, 这一群是外议者, 另外一群是观念者, 虽然他没有清楚地向耶稣表态, 耶稣对他们说, 凡一国之相纷争, 就成为妄常, 凡一家之相纷争, 就必摆弱, 如果一国一家之相纷争, 其旧争纷乱, 之相争斗残杀, 这国必遭外墙争战, 这家必遭家破人亡的下场, 耶稣在第18节接着说, 因为你们说我是靠别西部, 赶鬼, 也就是指撒旦自相的纷争, 自相的残杀, 这样的话, 他的国怎能够保持得住呢? 当然, 这是不能成立的, 这也就反驳了, 耶稣是靠撒旦的能力赶鬼的, 第19节, 耶稣追问那些外义者说道, 若我是靠别西部赶鬼, 你们的子弟赶鬼, 又是靠谁呢? 言外之意, 耶稣是指他们的不幸, 耶稣赶鬼是展示神的能力, 神的权能, 这些外义者的问题, 就自攻而破了, 耶稣在第20节宣告说, 我是靠神的能力赶鬼, 你们不用猜疑了, 你们不用再观望了, 耶稣直接了当地对他们道出, 他是靠神的能力赶鬼的, 不止如此, 耶稣跟对他们道出, 宣告说, 神的国领导你们了, 这神迹, 是向你们解释, 神的国已领导你们了, 换言之, 神的国在这之前已经来临了, 现在还在这世上通管着, 它不是过去来了又消失了, 而是过去来了, 现在还在这世上, 这就是神国的奥秘, 神的国, 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一个, 在某一个土地上, 所建立的国, 有皇宫, 庭宴, 文武百官, 国法, 条规, 警察, 军队等等, 而弥赛亚就是这所谓的地上的国的君王, 这国在弥赛亚的带领下, 将推翻罗马帝国, 恢复大卫王时代的以色列国的辉煌的朝代, 第二方面, 神的国的奥秘, 在这里, 耶稣继续地说, 神的国临到你们了, 就在罗马帝国当中, 就在这罪恶的世界当中, 祂是与帝国和罪恶同存在, 他们并不明白神的国来临到他们了, 这世界, 在恶德斯利的圈圈之下, 正在从这个撒旦黑暗的世界中, 转化为神荣耀的国度, 这不是将来的事, 而是现在, 当耶稣把牙巴的鬼赶出来, 他所呈现的是神的国, 以居住在我们当中, 未来也将永远地居住在我们当中, 但是, 那些抱着, 吃一者的态度的人群, 观望的人群, 甚至耶稣的门徒们, 都不明白这种, 这样的国, 只能在世上, 那世上的君王, 君国, 罪恶, 同在一个屋檐, 也就是同在一个世界之下呢? 耶稣, 就在以下的几节, 21和22节, 来说明这奥秘的事, 撒旦就好像是一个装士, 披上灰甲, 手中握着兵器, 看守自己的住宅, 他看起来, 好像是安稳的, 不可侵犯的, 但是, 若有一个比他更, 更壮的来, 胜过他, 就可以夺去他所依靠的, 慰价和兵器, 又分了他的账, 那就是更强壮的是谁呢? 他就是耶稣, 他抢胜过撒旦, 他夺去了他的账, 也就是这个亚巴的人, 叫他开口说过了, 而我们呢, 也就是这账, 耶稣胜过了黑暗的掌管者, 分了他的账, 就是我们, 把我们救了出来, 把我们领到他的国, 这奥秘就在这里, 耶稣来, 并没有立刻, 一次过的, 分了这个账, 神让罪恶, 不遵守律法的, 继续横行在这世上, 就如田地间的野草, 这奥秘, 许多人还不明白, 但, 宏观的问题, 是, 我们靠哪边站呢? 现在, 在这世上, 有两方, 你必须做选择, 在第二十三节, 耶稣说, 不与我相和的, 就是敌我的, 你不能不做选择, 你不能是中间者, 或观望者, 让他求天上来的生机, 让他求有更好的生机, 更多的复印, 更好的消息, 你才能从中立的立场, 做最后的选择, 如果你还在等待, 拖延, 那, 事实上, 你是与基督为敌的, 收割的装甲已经熟了, 如果你不是收割的, 你不是收割人, 到装甲收割, 收剧那怀疑者, 观望者, 把这些巨人, 收剧人, 领他们到耶稣跟前, 那, 你也是与基督为敌的, 如果你认为, 你需要赚钱, 追求文凭, 追求事业, 追求哪里关系, 而需求这一切的话, 那, 你就是以撒旦为伍的, 即使在你心里面, 你可能不认同, 现在, 有一场征战, 正在进行着, 没有中立者, 没有夸合者, 没有光荣者, 你, 必须决定, 你是靠来变战, 第三方面, 是有人认为, 他们不要太靠近耶稣, 去去向他称呼, 并称呼他为主, 所以, 他们选择, 道德理论, 来衡量自己, 来管制自己, 希望能够活出, 正直, 没有污点的生命, 对他们来说, 追求道德主义, 是免去对耶稣做出任何选择, 并在这世界上, 过着完美的生活, 但是, 耶稣在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, 二十六节, 说出了这样的人的生命, 那我们来看一段, 这一段经文的记者, 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说, 无鬼离了人生, 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, 寻求安息之地, 既寻不着, 便说,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, 到了, 就看这里面, 打扫干净, 修饰好, 便去另带了七个, 比自己更饿的鬼来, 都进去住在那里, 那人, 末后的境况, 比先前更不好了, 这人脱离了乌鬼, 也就是, 熊坏的生活之后, 他过的是, 道德理论的生活, 他寻求安息之地, 也就是永恒的生命, 但他不靠耶稣这边站, 所以他寻不着, 无奈的, 他就打回头道, 他回道, 他所先前住的屋里去, 庆幸他的生活, 被道德伦理整顿了, 修制了, 所以屋里是清洁地被装修了, 他便去带了七个, 比自己更饿的鬼来, 住在他生命里面, 你可想而知, 这个人, 末后的境况, 比先前更不好了, 道德伦理, 最终帮不了他, 以色列国, 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阶级, 在信业的时代, 他们离去了拜贾身, 而虔诚的尊心, 摩西律法和道德, 成为他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分子, 他们的生命, 他们的生活, 可说是整顿了, 洁净了, 但是在他们生命中, 没有存在着神的国, 神的道, 他们的眼被蒙蔽了, 他们站在撒旦这一边, 与弥赛亚地对, 他们陌后的情况, 比先前更不好了, 我们的生命, 就如圣经上所说的房屋, 不是被圣灵充满, 就是被邪恶残去, 我们所需要的, 不是在新年里, 所做的新的决议, 而是在灵命上, 有一个更新, 不是改变我们旧的习惯而已, 而是有一个新的居民, 也就是圣灵, 居住在我们生命中,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靠变战的, 我们需要靠主耶稣这一边, 第四方面, 他们选择了神话, 这是一个很普遍, 但是很错误的看法, 他们来靠这神话这一边站, 第二十七节说, 耶稣正在说这话的时候, 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, 你怀胎的和如养你的有夫人, 在这里, 当耶稣在教导时, 一位甜美, 心怀好意的妇人, 女子, 试图以耶稣为中心的, 转移到玛利亚的身上, 把玛利亚提升, 代替了天庭的女后, 神话式的崇拜, 替太人, 代替了这个虔诚敬拜, 主耶稣基督, 所以耶稣在第二十八节指出, 不是借着加息承受神的福分, 而是听从神, 神知道的, 而遵守的, 就大有福了, 那真正承受神的福分的, 不是那怀胎和如养的人, 而是通过神的话, 通过耶稣基督的话, 那真正将生命赐予他的。 玛利亚承受福分, 是因为他聆听了神的话, 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八节就这么说了, 情愿造你的话, 成就在我身上。 耶稣听着, 对着妇女也这么说, 真正承受神的福分的人, 不是单单的, 把自己的生命碰线上, 而是通过神的话, 把生命线上。 你尊心了神的话了吗? 你站在神的话的这一遍了吗? 弟兄姐妹们, 朋友们, 选择是紧迫的, 而且是显而易见的, 你现在必须在更多的血恶的来临之前, 选择选择一边, 不能你的生命会比以往更糟。 降福借口, 制造借口, 拖延战术, 依靠这个庙宇的仪式, 宗教的仪式, 或者是自己的道德意志力等等, 都是行不通的。 你现在必须与神同在, 必须与基督同在, 充满他的灵, 献求他的国, 聆听并且并且持守他的话语。 你必须站在耶稣基督这一边, 不然你就是与他为敌。 谢谢你们的收听。